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咱们的微信社群这件事 我们想给大家去提出一些关于微信社群这块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怎么说呢?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我应该组建越来越多的社群好 对吧?我社群越来越大,我的收入会越来越高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现实是不是如此的 因为你反过来想,你手里面有好多的社群 可是这些社群有几个群你还看 对吧?所以说这个命题在2019年 我们是要提出一个质疑的 就是以我们的经验 包括我们到现在为止采量三个社群一直维护到现在 就是我们甚至在2018年的时候解散了四个社群 这四个社群的重生度非常非常高 老学来都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四个社群的事 最终可以解散,为什么?因为你提供不了价值了 我们留着这个社群干嘛 但是我们在今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案 并且经过实践之后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 第一,尽量把人去沉淀到你的公众号和服务号 大家一定切记这件事啊 要把人沉淀到公众号和服务号 第二,尽量沉淀到个人的微信号 也就是说你在你的公众号 比如大家关注我们的智囊圈的这个公众号 你们可以去看啊 智囊圈的这个服务号 在这个服务号的后面 在这个服务号下面的菜单里面 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是你会点开之后 会提示出来谈出一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就是我们助理和我们负责人的微信号 我们会把它转回到我们的个人的微信号里面去 然后接下来注意是什么呢 尽量不要组建超过100个人的社群 尽量不要组建超过100个人的社群 切记啊 超过一般来说 有的时候200人行吗 200人也行 但是我们的经验是100人刚好 为什么 你这100人的时候 比如说退了两三个人 你就可以把别人补了 你让这个群一直就有100个人 都是500个人的左右 但是你有100个人就很清新脱促 而且100个人在维护前呢 效果和和这个数据更好 第四 组建社群的时候要核心维护 这是我给大家去聊过的这四项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 那么接下来重点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爬楼这是很麻烦 那我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的学员 或者我的粉丝能够在这个微信号里面 能够很正常的去学习的东西呢 我能不能每天晚上八点 把我群里的答案仪或者是我的文档 或者是我要输出的东西 每天讲的内容做成PDF 留下一个我个人的二维码发到群里面 或者发到公众号里面 然后大家去后台回复当日日期 比如说2023 回复这么一个日期就可以了 就一定要留二维码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提出一个概念的 就是说你要去组建社群的时候 传统意义上就会陆陆续续组建四个五百人的群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啊 经过我们的这种拼命的输出 群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你或者是组建二十个一百人的群 效果也是一样的 核心维护一个月 就是众生粉丝 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很大的数据 那么核心维护两个月 它就是铁粉 因为它对你已经信任了 整个互联网圈 没有人能够这么持续的帮你 或者是帮你解决问题 但这个圈的人 你就能这么解决问题 所以在社群端 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反馈 这是这么一个原则啊 这么一个原则 数据也告诉大家了 所以说接下来 大家要维护这个社群 要做这个社群 你在做这个社群之前 要明确 第一 你的产出从哪里来 第二 你的产出怎么样分为系统的来 就每天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 第三 你的产出 有没有给它分成内 第四 你怎么有节奏的去 对微观的内容进行产出 你看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这个做儿童腐蚀的 对吧 我打开知乎 儿童腐蚀 那我在搜索儿童 腐蚀 还能腐蚀 那你看 我如果是做儿童腐蚀的情况下 我的内容 你就能从所有的这个页面里面得到 得到 或者是我们点开这个话题 说的 我们点开这个话题 进入话题广场 在进入话题广场中呢 你比如说 你要出出的是关于职业发展的 你看 这就是你的分类 你直接学就行 没什么复杂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要教给大家的一个 一个一个基本的方法 在知乎里面就够了 所以说 产出哪里来呢 看大量的内容 自己学 买一些书看 产出有系统呢 就是说 我如何每天几点到几点 我怎么样去整体规划 我的这个产出 比如说 我 我首先我要怎么去获取我的内容 我怎么去分类它 我怎么有节奏的输出 这叫系统化的做法 然后开始做分类 我的产出 我的是产出的这个内容 分为几个体系 比如说教员营销 教员卖货 怎么的 分为什么样的分类 是大家需要的 然后产出有节奏 就是我每天几点几点几点 在这个群里干嘛 这个逻辑必须掌握 就是这四项 就是这四项 务必有答疑 那么大家有什么样产出形式呢 第一种是答疑 第二种是视频 第三种是音频 第四种是课程 那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我答疑的话 我就给大家在群里回答问题 再交流 我输出 视频呢 就是我觉得打得太慢 我就自己录个视频 我让你们看 音频呢 就是我自己录个音 他俩不能让你一样的 录个音 让你去听 第四呢 就是课程 就是我做一个系列的课 我送给大家 你看啊 我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 我们当时维护四个社群的时候 做了一个非常牛的一个事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课程前端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我们有十个 我们这个课程有两千人的群 那么他们在群里面一直待着 对吧 好 我给他们这一年 比如说我们正常全开发十套课 我会买五套送五套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告诉大家 是你这个课学完周 你再去学另外一个课 一个课学完周 再学另外一个课 这是对大家的 确实一个真心实意的关怀 就是大家在做这种社群维护的时候 千万不要套路 你实实在在的 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你该赚什么钱 你明明白白的告诉这些用户 告诉大家 你说哎 我是想想想想明明白的 我要靠这个生存 对吧 69块钱 我要靠这个赚69块钱 那行了 我就实在在赚这个钱 又能怎么样 你何必套路大家呢 所以这就是微信社群 在进行任何维护的时候 的一个基本法则转责 我看了市面上 所有关于微信的 这种什么社群的讲法 都在讲怎么样去套路用户 怎么样去收割用户 怎么去赚用户的钱 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你得先给大家价值 你得让大家先活着 你让你的用户 能够获得收益 能让他赚到钱 或者能让他发展起来的时候 你再去赚这个钱 共农共生 你别把一个人给宰的 已经不成样子了 还在收割 好了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去讲的 关于这一块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 我们之后再说 大家再见